一包一包的物資 透過松山區東榮宮慈善協會成員 和彭稱禮許妍見離帳的手 分發給需要的人 拿到的那一刻 民眾感恩之情一語言表 底頭有米、麵、乾糧等日常食物 將滿滿的關懷傳遞出去 在剖道後 我們本身會給他們送到尾號 祈求我們這裡無形的跟文富潛水 可以佩服大家社區 大家平安順序 我們這裡都是義務的 三十多年來我們都是義務的 近年來我們松山北湖東榮宮 又有一個就是現在的慈善協會 就是專門在里地方 做個慈善的對廟有意義 然後能夠集中的 大家一起能信仰 協會也特別將物資捐給附近里民 廣發愛心 松山北斧東榮宮民國七十五年成立 主寺文府千歲 是當地許多民眾信仰之地 神機傳遍各地撫慰人心 溫府王爺也很靈驗的 這個都有靈驗的事蹟發生 所以里民還有住很遠的居民 都會聞到消息都來這邊參與 然後是我們的廟 這個廟能夠發揚光大 然後保衛里民 宮廟後來成立慈善協會 每年都會發物資給弱勢族群 也協助清寒救學 照顧獨居老人等慈善公益 從不間斷 憑著善心善念溫暖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溫暖君臺北報導